万华在地的立委 可能他对于这个我们平常在立法院就有看到 其实他监督在野党的力道 其实是比监督执政党的力道要来得多 在防疫的过程里面 即便说过去在防疫中 可能中央和地方经常可能有一些不同调 或者是说在措施上面 没有办法完全及时的去做一个整合 可是昨天我们看到 包含像是我们的陈时中部长 和我们的柯文哲市长 他们中央跟地方都在淮南市场 一起齐聚一堂 为的就是要能够解决我们淮南市场 现在遇到的这个疫情严峻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的重点 我们的主角就会是放在淮南市场的 一千多位的摊商 如何来协助他们解决问题 那这个时候当然应该是要放下 彼此过去之间 可能在媒体上面的一些 我们讲说一些争论 或者是说有一些政治上的攻击 这一些应该都要放下来 因为摊商们最希望看到的 是中央和地方携手合作 各自在各自的包含像是中央的工作卫生 还有防疫的经验上 还有地方政府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在处理在地的一些问题 我想摊商希望看到的是 中央跟地方能够齐聚一堂 携手合作 来帮他们解决这个目前严重的问题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包含陈时中部长他能够了解 包含柯文哲市长了解 那甚至像是我们平常在立法院 面对立委质询的时候 都很针锋相对的成吉仲主委 看起来昨天也是放下了这些态度 很虚心的 在跟大家讨论如何来进行 这一些防疫相关的围堵措施 但是唯独只有我们的 这个万华在地的立委 可能他对于这个 我们平常在立法院就有看到 其实他监督在野党的力道 其实是比监督执政党的力道要来得多 那包含说先前可能在 一些我们立法院的投票啦 或者是发言上面 那可能真的让我们的 环南市场的民众 这些摊商 觉得感觉到好像选前跟选后 是两样情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 那当然民众可能会有一些 抱怨的声音 这也是很理所当然的情形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 现在包含像是林盛东会长 昨天不管是发言 或他会后的这个声明稿 其实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其实摊商 我们说真的 就是他们的生计 是他们很重要 现在非常辛苦的一段 那同时呢 牵钱可能要采取 包含像是快筛 或者是造策 其实我们可以从会长的发言 理解到 其实在市场里面 要对他们去做这些 我们讲说 这是造策或快筛的措施 其实相对来讲 是相当不容易的 那包含说 怎么样能够说服摊商 因为毕竟大家知道 如果今天快筛 一旦筛出有阳性的情形 他们可能他们的生计 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在这情况下 我相信会长跟淮南市场的自治会 确实在这部分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那他们肯定也有看到 台北市政府在这一块 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的努力 所以当今天看到 我们在地的万华区的立委 对于这一些事情 可能完全有一些攻击或抹灭的情形 当然我觉得会长 他的心急跟焦虑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他很担心说 一旦又要把中央跟地方产生一些对立 或者是一些我们讲说攻击或分化的话 会不会可能中央跟地方的力量 又没办法集合在一起来 快速的协助我们淮南市场的疫情的问题的解决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 我们觉得 昨天其实会长的一番发言 其实看在很多的民众心里 都是心有栖其言 毕竟我们其实一般的民众 我们希望的是政治 是来解决我们人民的问题 而不是政治是要去做族群的对立跟分化 尤其是在疫情严峻的时候 口水没办法对抗病毒 我们只有一起齐心合力 才可以对抗我们现在目前遇到的 这个疫情的大关